游天宇 二岁来自江西 把车做学 大家好 我叫游天宇 我来自江西 我就读于 Sinney Macaulay University 专业是团媒 我有一个理想 我的理想是在 我三十岁的时候 开一家自己的传媒公司 我的一个梦想 就在我有幸成为富翁 那时候 我要去开一家 很大的养友院 然后去免费的 收拢那些孤独症 孤儿一些 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在我临死之前 我要设立一份基金 去将这个福利医院 传承下去 我今天要找的工作 是沙尔老板的 一个学徒 或者去找一个 传媒公关策划 谢谢 对 不跟你想得够遥远 你现在才二十 你就想到了三十 四十 甚至临终 为什么要想那么远 就是一个梦想 一个梦想 一个人生的 一个基本规划 在你的梦想里 是帮助别人多 还是为了自己多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多 对 在你帮助别人之前 自己先得把生活稳定下来 看看你想赚多少钱 来 输入理想心境 好像 有张有灵的 刘天宇 他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刚才说是老板的学徒 究竟怎么回事 来 看大屏幕 先来看一段微笑 两年前 我从上海出发 飞越了八千八百公里 到澳大利亚悉尼求学 我要出发了 再见 在曼河瑞大学 每年花费二十万的学费 每个星期 却只上两天的课程 利用业余的时间 我打了三份工 在两年的时间里 我旅游了四个城市 两年后至今天 我决定结束我的留学生活 回到国内 我相信 在社会大学里面 我能得到更多的历练 没少干事 没少折腾这两年 对吧 对 做了挺多事 你一年的学费要多少钱 学费加生活费二十万吧 一年啊 嗯 这二十万从哪来 家里出吧 家里出 出了几年 两年 两年 你要读几年毕业 三年 就差一年了 对 就是你还差一年 你还差一年就毕业了 为什么不读了 首先是 我对西方教育的一些看法了 就是说他们大学教育 我的一个学习状态 整体是个自学状态 我学的是传媒 骗文学的传媒 然后就很多都是弄不懂 弄不懂老师 你要预约他 一个礼拜 但他说不定没有时间 然后我就天天只能 在图书馆自己看 自己作业里面 然后找点中文资料 我就觉得 我纯粹在自学啊 我何必花二十万呢 刘凯我想问 你在国外 是不是也是自学的时间多 肯定是自学的时间多 因为高等教育本身 你在国内高等教育来说 也是给你比以前 那个自学的空间和时间更多的呀 因为让你自己建立一种 看人生的态度 学习的方法 那你给现在的大学生 一个建议 是不是就是说 他如果自学能力不行 他坐不住 你就别出去 在家里边让父母看着 能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关键是你自己 有没有一个方向 你知不知道要去获得什么 你出国留学 我想要得到西方的思维方式 得到了吗 得到了 两年得到了 然后你就会说 比如说你得到了什么 思维方式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你举个例子嘛 比方说同一件事情 不同的看法 讲一下不大便 你就讲那个什么 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怎么样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娶了个老外的话 我比如我妈 按照你妈妈要过来 帮我带孩子嘛 但我老外就不会 让你 让我的妈妈 住在自己家里 这个是你每年花20万 两年花40万得到的 才学回来婆媳关系 我觉得你讲一下 在国外的话 这个工作 以及生活之间的关系 你看到 你都做了些什么 在国外 做留学中介 业余党师兼职 什么样类型的 转学 转学 给中国学生做吗 就只给中国学生做 我可能说的比较直接一点 在我理解中 这一类的中介 基本上都是不太靠谱的 他们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非常不靠谱 你自己都说非常不靠谱 怎么不靠谱的 怎么不靠谱就是 作为中介 中介的想法 不管你 他不会为你 而去设计一个大学 而是为他的钱包 设计一个大学 比如说我现在在 马后里读书 然后他比如说 悉尼大学 他们的提升给他更高 他就会想方设法 去拉一批 马后里的学生 去骗他呀 去灌他汤啊 就说 马后里不好 来悉尼吧 来悉尼大学 你肯定是读不好的 你在悉尼大学 就肯定读得好 你把他骗过来 然后悉尼大学 就给他更多的考验选 更多的什么 就 提承 你得不断地给我剪 提承 提承 我真的想问 你对中介 有这么大的意见 你是当时也是 被这些中介 忽悠出去的吗 当时是我妈 帮我找了中介 就是你妈被忽悠了 对 然后你妈过来 又忽悠你 你出去 又在中介里忽悠别人 有意思吗 是没有意思啊 所以说 我现在真的想 跟大家想出国的说 你们还是自己去办吧 找中介 真的是没有意思 就是自己去登 校园的官方网站 就是说 他们的校园的官方网站 去看 自己去申请 自己去签证 这些钱都是送给人家的 没有必要花的 你做中介 做了多久之后不做的 做半年吧 做半年 我看天宇 他父母帮他交了 20万学费 你的家庭情况 应该还不错吧 还行 还行 那你为什么 把更多时间 没有花在学习上 而去打更多的工上去 这个 价值何在 我一个礼拜就上两天课 不容易 利用业余时间 再去多学习其他方面 或者这个相关专业的知识 我打工也可以学习 学习社会上的东西 你打工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去在社会上学习 也有一点小小的自己的私欲了 比如说 什么叫 想吃一顿好的 买点衣服 你吃过多好的 在那边 全球排名前十名的一个餐厅 它是一个日本式餐厅 大概 人均 两千人民币吧 两千人民币一个人 对 你是去学习还去享受的 我有学习啊 我学习 我学习时间学习嘛 他去到你的社会 他想体验一下 上层的一些体验 然后用自己的双手挣钱 OK 没问题啊 关键我关注的是 你这两年学了什么 我觉得这孩子都不叫留学生 叫游学生 游学 游为主 以学为福 不管怎么样 游天宇 你说他不该也好 不情也好 不能也好 总之他是辍学回来了 那么12个老板 用手里的灯告诉我 你们现在对游天宇 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来 请选 陈炮纠结在最后才灭灯 为什么 一直在被动地 去接受这个客观世界 我想再给他一些机会 想多倾听他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他在这里是一个悲剧 我不这么看 你是这么看的 欢欢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些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反思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仅仅 要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哪些东西 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 我不认为那40万是白花的 因为那40万帮他补全了 他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 你觉得这40万花的值 哪怕他没拿到学历 我觉得学历本身 它真的只是一个符号 好 黄欢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赵明笑得很开心 为什么 我觉得黄欢真是这个强词夺理之母 开玩笑 这个实实实地说 如果我们的孩子40万 然后文凭都拿不回来 我们家里长得肯定有意见 我觉得他是当代90后的一种 一种典型年轻人的代表 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成长的这种艰难 我们应该会有期望 好 剩下的六家企业给你亮着灯 证明他们都看好你 但是我要提醒剩下的六家企业 刚才他也说了 是中介忽悠了他妈 他妈忽悠他 他等于是被半胁迫着 懵懂的一个状态出去流血 等他出去了看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就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咱们看起来有点固执 有点青涩 可是20岁 谁都青涩过 有六人能给你亮着 证明有六个机会 看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来 直言直语 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做各位老板的一个学徒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30岁 不是说我要开家自己的传媒公司吗 就是说我是立志要做老板的人 但是我想跟一位就是成功的老板 学习一下他的经验 他的方法 还有些他的技巧 等于说老板招了你 给自己花10年时间 培养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 有样的 我想问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小时候 想成为的对象 你想成为哪个类型的老板 你有一个偶像型的人物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下吗 偶像就是我们 会懂莫多克吗 莫多克你也不知道 你在澳洲读传媒 你不懂莫多克 我学的是澳大利亚传媒 澳大利亚传媒 你不懂莫多克 莫多克把澳大利亚传媒都买完了 不是 我主修文学吗 他没有 好 我谢谢你 我觉得我这张灯白帮你亮了 邓伟 其实我想提醒我们 报寺团的成员 就是其实这个同学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高中生出国 尤其是因为家庭出国 而且在国外混得比较失败的 这么一个案例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他正在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的这个时候 他选择了在国外打工 过早地进入到社会 那么其实我能看到 就是这个孩子 其实内心还是比较空虚的 那么他没有人教他 教他有很好的东西 在国外完全被耽误了 天玉 你们家族当中 包括你的父母或者亲戚 有做老板的吗 有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 我一回来就是跟我舅舅 他说他要把我培养为一个老板 但是跟自己亲人 我总觉得有一点点别扭 你跟你舅舅学了多久 五个月吧 五个月 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他就叫我一个劲地做苦力 去拌料 就是学徒要经历的那些 苦力活这些都做 做了五个月 你觉得什么也没学到是吗 是 你二十岁的年龄 我现在建议你呢 其实你蛮混沌的 可能与你的成长经历 家境好 不一定家庭的教育就很合适 很适当 所以我觉得你这方面是比较混沌的 我建议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就老老实实地去找一份工作 跟你以前学的这个传媒方面 有关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工作 不要再去靠家里拿钱 然后同时再去读一个 哪怕是传媒你感兴趣这样的一个 就在国内读就好了 读一个正规的一个学历就好了 然后慢慢去塑造你一个 比较清晰的一个人生观 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你 虽然你很糊涂 但你很本真 你有着九十年代的那种 小孩的那种 还很善良 还有些很大的理想 想去怎么帮助人呢 帮助老年人呢 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品质 但是就目前你的能力 和你的思维来说 跟你以后那个远大的理想 是挂钩的 完全不靠谱的 好 助文告诉你一定要擦实 来 六家体 在你们做出选择之前 问问职场规划师 贤智老师吧 我觉得天宇今天在场上表现的 一个很大的优点 是他非常坦白 他没有这个藏着掖着 我有什么我想什么 我都大胆地展示出来 那么对他来讲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足 是他有些浮躁 甚至于说非常浮躁 那么他的心很高 他想的东西很大很远 但是他踏实下来做的事情 我觉得至少在我们今天场上的展示 我看不到 看到的太少 而且你未来要进入职场 一定要想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你有远大的理想 这些远大的理想 一定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产生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希望 就像你要求的这个职位 你是希望去做学徒 那么你一定要考虑说 你做学徒的过程 实际上是老板会教你东西 你获取了知识 同时你要考虑 我能给你老板奉献的是什么 因为职场是很现实的 你一定要想 企业聘用你 一定是要给企业创造价值的 好 谢谢钱老师 六甲企业 用手里的灯告诉我 有没有职位提供给游天宇 来 请选择 百灵时代的贺丹 一直给你亮着灯 但只有一盏灯给你亮着 看看你会不会选百灵时代 来 全力反转 得问清楚点 贺丹你一场都没说话 为什么一直把灯亮到现在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说 在西方读过书 然后在西方他自己去 因为没有那个所谓的教科 所以他只是自己来看书来学习 这就是说明他很有学习能力 那当然他之前 他的父母给他规划到现在呢 其实人没有一路上 都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我觉得他又很喜欢 就是说慈善或者是很坦诚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 最初的去做起 我们公司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最初的一个平台 让你去学习 最初的平台 那你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职位 客户主任 客户主任 对 这是做什么的 做销售 做销售 对 销售什么 地铁广告 地铁广告 对 在广州 接下来咱们跟老板谈钱 钱都没关系 有话咱们过后说 人都谈钱了 你还搅和什么 就想说一句话 对他非常有用 你说快点 今天这个场上 其实有点问题 第一 花了父母那么多钱 不要抱怨父母 对他们感恩 好的 说完了 要感恩 你说的一句话 说话说话 你是老板吗 是老板得说话说话 对吗 这是半句 一句 这有个逗号 好 你说完吧 人生不要太悲情 从你所有的经历中 都要悲情 以后到他那工作 可以的 没问题 从基础做起 积极向上 心态 世界是光明的 好不好 好 好 感恩 阳光 咱们谈钱吧 说正事 你之前输入了一个理想月薪 你先给贺丹看 还是你先跟贺丹谈 谈吧 两千五 底薪 对 底薪 加提成的 加提成不止了 就看你自己的能力 咱们看看 游天宇的理想月薪是多少 来 他的期望月薪是五千一 那优者有零呢 一般五千 一般五千五六千 怎么才五千一呢 五千是开始 多一百块钱 我就开始往前跑 就是五千是起点 你的意思是五千一 你从起点已经迈出一步了 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吧 尽管这个价格 在很多老板看来 有点不靠谱 对吧 得为这个激进的态度 顾向上 十秒钟 继续开始 时间到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八零十三 恭喜游天宇 恭喜 今天来这里最大的收购 是十二位老板给了我一个目标 让我去能够正确地追踪我的梦想 谢谢 年轻人不靠谱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可千万不能这么一直不靠谱下去 人生难免几回混沌 难免几回糊涂 可是混沌糊涂的时候 要么自己咬牙挺过去 要么旁边有高人点拨一下 人生还不就是一场体验吗 怎么样的路 你自己不后悔就好 下一个 下一个